登革肉疫情反轉 終於在昨天中央疾病管制署宣布 解除在台南設置的前進指揮所 因為之前登革肉數字攀升得相當快又猛 因此讓國內外遊客對於台南都失望之卻步 副市長顏存卓表示 在昨天中央宣布解除前進指揮所後 今天就馬上舉辦大台南國際旅展 相信用旅展來帶動台南的景氣是相當有用的 旅展中還有遠從日本、香港、韓國、泰國 澳門來到台南攝灘 國內外300多個攤位 整個旅遊行程涵蓋非常廣 台南市政府也特地設置台南館在旅展中 台南市各局處事也一起動起來 就是要恢復台南俯成以往的觀光榮景 昨天中央的登革肉的前進指揮所 已經在台南已經停設置了 機關刷疫苗 局長機關刷疫苗 在隔油 那我想這個表示什麼呢 在過去幾年這幾個月半中 大家共同鼓勵我們看到一個情果 那剛好今天我們也看到我們的理事長 我們的工會他就用手舉辦的這個台南商 他在旅展這個活動 能夠在昨天宣布之後 今天馬上舉辦 所以我相信用這個來帶動整個台南的景氣 這個目標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今年呢有三個特色 今年第一個呢是我們來自其他國家有五個國家 從日本 從韓國 從泰國 香港跟澳門 剛剛我們的理事長已經介紹過很多了 那所以今年呢有三百個攤人 我相信整個一個旅程 他們兩個非常非常廣 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工會 理事長蘇榮耀致詞表示 台南市的機場已經成為國際化的機場 在市長賴清德的努力下 去年直飛香港 今年往北直飛日本 在國際門戶開放之下 他認為旅行商業同業工會的角色 更應該讓大台南走出國際 更將遊客帶進台南俯程 所以今天的大台南國際旅展建立的平台 要達到雙向交流的契機 因此他藉由這個機會 向國內外的好朋友推廣台灣的觀光 及台南的在地特色 我們台南市的機場已成為國際化的機場 在我們市長的努力之下 去年我們往南飛飛香港 今年我們在非常辛苦的過程中 我們也往北飛飛了日本 在這樣的一個門戶開放之下 我想我們旅行工會的這個角色 更應該把大台南讓他能夠走出去 能夠帶進來 所以我們今天工會的角色 就辦了今天這一場大台南國際評審 建立了這樣的一個平台 達到雙向交流的機會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向我們所有的國內外的好朋友 來推廣我們台灣的觀光 跟我們台南在地的特色 這次的大台南國際旅展 一開始就吸引數千人 進入展覽區找好康 副市長顏存佐說 這是登革熱疫情反轉後的好現象 他希望國內外旅客 都可以多多來台南吃小吃 欣賞這個台灣最早建設的浮沉 重新帶入台南繁華的商機 記者黃俊淮 台南報導